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Way 大家好 歡迎收看 ONE GAME 坯一坯 我是得巴斯的KHR 接下來幾分鐘聽我的了什麼 看這隻 Kickstarter 是不可以 植民火星 Terraforming Mask 位列 BGG 前列多時,相信有不少朋友即使未試過也一定有聽過這款出遊 早前在 Kickstarter 集資大傳集 但今次集資版本並不是擴充,而是一款完全獨立的卡牌遊戲 今次和大家介紹的遠征火星 Aries Expedition 遊戲除使用殖民火星完全相同的世界觀外 當中同樣以熱力、種植和金錢作為遊戲的資源 透過建設不同的計劃發展火星賺取分數 遊戲資源款式雖減少,但減少資源會以其他形式在卡牌中出現 而且具代表性的氧氣、溫度計仍保留 地圖方面雖沒有版圖放置部分,但將開發海洋打開版圖獲得獎賞 並保留完全發展溫度、氧氣和海洋版圖作為完結遊戲指標 保留遊戲主題的味道 遊戲機制方面分計劃、解決和改造火星三個部分 最特別的是計劃和解決部分選用著名遊戲銀河競逐 Wades for the Galaxy系統 每位玩家會同時選擇發展、建設、行動、生產和研發五種階段 其中之一,然後按次序執行所有玩家選擇的階段 沒有選擇階段的玩家同樣可以執行行動 但有選擇的玩家便會獲得額外加成 例如發展階段原本只可打出綠色卡牌 但有選擇該階段的玩家便可以便宜3元的價錢 打出綠色卡牌 有例如行動階段原本只可使用卡牌上高行動一次 但如果選擇行動階段的玩家便可進行兩次 其他打出紅藍卡牌的建築、生產資源的生產和抽牌的研發階段都有這樣的加成 玩過銀河競族的玩家絕對能夠了解當中估計對手行動搭順風車策略的樂趣 再加上火星殖民卡牌連鎖效果的口碑令到這款遊戲絕對令人期待 雖然機制上高明顯借監銀河競族 但銀河競族又何尚不是借監性股案 始終遊戲機制沒有版權規限 能否將機制發揮至極致才是遊戲成功之道 今次這款軟晶火星又能否集合殖民火星和銀河競族優點成為新卡牌神作呢? 又來到OneGameUp評分時間 機制創新方面4分 硬件美工方面4分 體驗重玩方面5分 而價錢方面5分 如果想了解多點這隻Kickstarter 可以去看我長期版的OneGameUp 下集再見 拜拜 多謝大家的支持 喜歡我們的節目的話 記得Like、Comment、Share我們的影片 Subscribe我們的頻道 還有很多不同的節目等著大家 特別多謝所有Patreon的會員 好開心一齊可以和你在Discord裡 聊天遊戲選擇新節目 有興趣的話都可以夾我們 我們下一集再見 Thank you Bye Bye